有传言称 美国头号假想敌俄罗斯 早些年就开始将核打击设施 加速转移至地下 位于西伯利亚的某一片雪山下面 被俄罗斯人整个掏空用来存放核弹 以及隐藏导弹发射井 还有传言称 普京的战时指挥部 也位于俄罗斯北部的地下200米处 上次普里格金发兵莫斯科时 普京乘坐专机离开后 就是去的那儿 当然了 火力军并不知道 美国中情局对这些传言内容 是否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下面这个计划来看 普京的军事部署应该是暴露了 10月28日 五角大楼宣布 将为B61战术核弹 进行第13次的升级 与12代相同的是 这次升级仍然是主打钻地功能 不同的是 B61-13会转得更深 作为核裂变弹药 明明在空中起爆的杀伤力更大 美军偏执地让它钻入地下 是否与俄罗斯有关呢 另外作为世界警察 美国在这个时候 突然提出这项计划 其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说到B61-13警号 可能很多观众会比较陌生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型核弹的威力 众所都知 小男孩是迄今为止 首没在实战中被引爆的核弹 单次爆炸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据美军对外公布的数据来看 B61系列核弹的威力 比小男孩大整整24倍 属于三维一体核弹机手段之外 美国所保留的强大后手 所谓三维一体 其实就是以陆基导弹发射井 潜艇 以及战略轰炸机 这三种方式 发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对敌国形成海 陆 空 多方位和威慑 而B61则不同 它可以用战略轰炸机投射 还可以用普通的战机进行空投 比如F16 F35等空游战机 早在2020年 美国空军就发布了 F35A空中投放B61-12战术核弹的视频 2021年9月份 又发布了B61-12被投放后的整个下落过程 从火箭发动机启动 到纵向快速旋转 直至撞击地面后 钻进地下200米深度 除了战机轰炸机之外 此次升级的B61-13批次 还能通过普通运输机进行高空投放 等于说 美军在保有三位一体核打机的基础上 正在将核打机手段常规化 或者叫简单化 来看一下五角大楼对B61-13的定位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新闻内容如下 此次部署研发不是针对特定国家 而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B61-13升级计划 是针对那些深藏于地下 或者兼顾掩体内的重要指挥中心和目标 进行深度打击 包括潜在敌对国的洲际导弹发射井 防护性很强的重要设施和中际指挥中心 B61-13将利用现有的B61-12的生产线进行量产 新核弹会最大可能的 利用那些已经过时了的B61 其他变体零部件组装生产 新核弹的生产将不会扩大美国核武库的线库存 通过美国国防部宣称的内容 可以了解到两个信息 第一 这次还是老旧犯新 不会因此增加美国的核弹保有量 第二 解答了我们今天的问题之一 核弹在空中爆炸摧毁 是地面以上的目标 对地下特别是深度超20米的设施 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让B61钻入地下的目的 就是为了应对敌对国的地下核设施 虽然美国国防部宣称 不针对某一个国家 但翻译过来就是 不是针对一个 而是两个 三个 甚至是更多 所以从这点来看 火力军不能说中情局完全了解 最起码是掌握了 部分俄罗斯地下设施的坐标 这样的话 此次针对B61的钻地深度进行升级 就合乎逻辑了 否则就算B61-13的钻地能力 提高至500米深度 不知道往哪打 不也是白费功夫吗 严格来说 美军执拗与B61系列的钻地能力 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 B61采用两极辐射内爆设计 变产量设计 其弹头的爆炸威力 可以根据目标权重的大小 调节至300吨到40万吨不等 同时B61还是一种全引心选项武器 这就意味着 它配备了全方位的引心和投送选项 包括空中和地面爆炸引心 以及自由落体 延迟自由落体和放下投送 等等多种引爆方式 同时 它也具有能够承受超音速飞行的流线性外壳 弹体呈11英尺8英寸 直径约13英寸 基本重量约为320公斤 该战术核弹为重力炸弹 自身无动力源 其弹体强度可以承受得住 超音速飞行时所带来的压力 所以把它作为一种 专门用来钻地的战术核弹 再合适不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选择公布这项计划 而不是秘密进行呢 这个话题 我们需要先了解B61的历史 B61战术核弹 于1961年正式立项 1963年开始测试 1968年量产并服役 目前该型战术核弹 总生产量约为3100多枚 现役数量约为750枚左右 其中战略级核弹数量150枚 战术级核弹400枚 储备战术核弹为200枚左右 最新的型号为B61-12 自冷战结束之后 B61就采取了旧核弹的零件 加工新核弹的方法 比如B61-17 就是利用B61-11的零件组装的 同时融入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后续所有的新核弹生产 都延续了类似的办法 而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省钱 二是因为近些年 核弹确实无用武之地 更多的致使充当威胁 如果将旧型号报费太可惜 所以将其升级是没毛病的 先说省钱因素 2012年 专业机构曾对其进行过系统评估 以B61-12 它当时单枚的成本 大约为2800万美元 总重量约为320多公斤 换算下来 每公斤的价格约为8.75万美元 现在黄金的价格为 每盎司1332.26美元 将其单位同一后 我们可以得出 现在一公斤黄金的价格 大约为4.6万美元 但按重量计算 B61-12确实比黄金要贵上不少 750枚B61 个型号核弹的总成本 约为210亿美元 如果不废物利用的话 这还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总的来说 价格可能是B61 个型号核弹升级 和变种的因素之一 但绝对不是重要的原因 在已经出现的12个种变体当中 有三款并未实际服役 分别为B61-16 B61-18和B61-19 其余型号核弹都曾服役过 以现役B61核弹来说 B61-13 B61-14 B61-17 就是作为普通的战术核弹 其中B61-17的爆炸当量较大 约为34万吨左右 其实它也带有部分钻地能力 1996年 基于B61-17 美国开发了B61-11钻地型核弹 当时它最大钻地深度 仅为2至3米 爆炸当量约为40万吨左右 B61-12是2012年开发的一款核弹 钻地能力并不是这款核弹的亮点 而是它的打击精度为30米左右 是前11款B61核弹中最优秀的 从核战略层面上考虑 美军对B61-12这种低当量 高精确倾 低附带毁伤效果的战术核武器 非常热衷 尤其是在B61-12型核弹的试验过程中 使用F15E、F16C和F35A这种战术飞机 承担了大量的投放科目 而这一次升级也就是B61-13 除了保留B61-12的多发射平台的优点 还加强了钻地功能 说白了就是一颗钻地核弹 而且专用于美军 与其他通用战术核弹相比 这款全新的战术核弹 将只适配于美军战机 其他任何国家战斗轰炸机都无法使用 截至目前 美军对B61共进行了12次升级 即将完成第13次 而且每次升级都将核弹的发射门槛 降低了整整一截 更加区域常规化 美国近年来不断更新核武库 包括W93、W762、B61-12和B61-13等多型核武器 其中部分型号已经实战部署 比如2019年 W762低当量核弹头 跟随田纳西号战略核舰艇 开始水下战略巡航 2022年 B61-12也被部署到欧洲 美军新型核武器的功能 正在从早前的威慑 转向针对意图特别明显的实战化 此前 俄罗斯退出中岛条约 美国也违背了自己签署的 核不扩散武器条约 对北约盟友进行了核共享 实际上 对核武器的限制 已经名存实亡了 特别是最近 俄乌战况不明朗 尾巴正在胶着 印巴也摩拳擦掌 还真有大战开篇的那种味道 在这个时候 美国高调宣布 升级自己的战术核弹 无非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咱们开头所提到的 告诉各国的武装首脑 躲到地下并非绝对安全 凡事有三思而后行 第二 向外界释放美军 进行核弹实战化的信号 告诉大家 别以为核弹只是用来威慑 关键时刻 美国战机真的回头 所以大家看见F35战机 都躲远点 说不定哪架战机就挂着核弹 误伤了 谁也配不起 对此 火力军想说一句 无论是美军还是俄军 不管他们如何升级核弹 都没办法回避一个问题 那就是 首先动用核武器 打破全球的核平衡之后 怎么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核打击呢 要知道 不光是美国有核弹 俄罗斯也有 伊朗也有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投下核弹都不难 很难就难在 如何一次性摧毁敌方的全部武装力量 就拿俄罗斯来说 假设美军真的动用F35或者轰炸机 摧毁了西伯利亚山体内普京的指挥部 也摧毁了那里的导弹发射井 可那些隐藏在海底一动不动 搭载核弹叙事待发的俄军潜艇 又该怎么摧毁呢